看完昨天的直播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刘文现在他很喜欢叫 孙亚轩叫哥 而且他不是像叫 马家琪和丁晨星或者其他 队友那样就是马哥 张哥丁哥这样叫 他就只以一个字 他就叫哥 而不是轩哥 并且刘文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队友 他从来没有 叫过队友哥 每次都是带了信 或者是最后一个字的 怎么说呢 这个歌首先 他肯定是情趣 就类似于之前 叫小宋老师 这种独属于他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称呼 其实我觉得刘文他 背地里肯定有 默默地去学孙亚轩的那些调数 因为我发现最近刘文他很喜欢 调孙亚轩 要么就假装要掉水里了 然后求搂腰啊 求抱抱呀 怎么怎么样 我真的 他 我怎么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孙亚轩呢 而且在小时候 刘文他功力还不太深的时候 他称呼孙亚轩就是孙亚轩 但是呢 后来慢慢地这个称呼变成了小宋老师 然后再变到现在的歌 之前的那些称呼 比如说孙亚轩 他是把自己和孙亚轩放在屏背上的 但是后面 小宋老师和歌 他都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一辈的这种位置 然后去喊孙亚轩 其实他就是在撒娇 你们能懂吗 刘文他的意思其实是 哎呀 我都叫你小宋老师了 我都叫你歌了 你肯定得让让我吧 你肯定得哄哄我吧 他其实就是在变相的 求哄 求宠 刘文现在喜欢 叫孙亚轩叫歌 肯定是有想让孙亚轩宠他哄他 这一部分原因在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记不记得上一个纪录片 孙亚轩他采访的时候说 他其实很多时候是插不进嘴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从他们这个团出道的时候 孙亚轩在他们团 包括在面对工作人员的时候 他其实话语权都特别特别小 包括孙亚轩他自己也说了 他有的时候 感觉没人听他的话 但是为什么孙亚轩跟其他队友 一样都是这个团的成员 但是孙亚轩的话语权就是少一些 就是没那么多人会很认真的听他 想说什么想要什么 其实跟广为流产的那句 四哥不是哥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不管是队友也好 还是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好 其实都是把孙亚轩当最小的 那个看的 都把他当弟弟看 你像连刘文 他是十团真正的妖二 但是其他人偶尔其实还是会叫他文歌的 但是真的几乎没有人会经常称呼 孙亚轩叫轩歌 我觉得刘文可能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 觉得你们既然都不把他当歌看 都不尊重他的想法 那我就来证明其实是有人叫孙亚轩叫歌的 是有人愿意去听孙亚轩的想法的 其实从上次就是刘文他直接跟工作人员说 孙亚轩的镜头没有给足 特写镜头没有给够 其实就能看出来刘文他其实是很不喜欢士大夫去欺负孙亚轩的 他真的每次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替孙亚轩维权吧 就是虽然这种东西他不一定有效果 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 我只能说他们两个的感情真的很美好很美好 又是威瓦尔盆的爱情落泪的一天